大家好,2020年11月6日,現在是6時27分 現在站在海豹街村立坊時,不是說這個 總之這張成交是5000萬 總之很多人叫我搞湯場,湯場真的不可以 我不買,我不沽,甚麼都不可以 總之有時湯了出來買店舖給別人 要別人攝盤沒飲工,這些錢不可以賺 我爸爸會打我,我怕 所以湯場沒有這麼高,現在全立坊門口都關燈 裡面的店舖都虧了,起碼七八成 但我不是想說湯場,這裡有間5000萬成交之前 我想帶你來講一些成交給你 下面這個就是大生的生活超市 大生生活超市是6100萬成交,租金是14萬 另外這一間就成交了一個成交比較 就是17年10月份成交了5900萬 租金是12萬,作為成交比較,再走過去 這裡前面有單是5000萬成交,我覺得不錯,不錯 所以我感覺上是5000萬,我一看上去 我覺得這個七分圍一個七分圍一個七分圍,很難得享有的店舖 因為我自己買的店舖,每一間我自己的主意是5000萬以下 最好就在2000至3000萬 所以變成一個5000萬,一間我就少點,但問題是我不買 因為這間店舖不漂亮,很漂亮 這個也作為一個成交比較,這個什麼點超人 這間店舖就成交過曾經是這個,租金是13萬 我現在就講的是這一間店舖,中貿,這個深容行 中貿,很漂亮的,都叫小漢丹邊的位置,這個位置又比較開揚一點 小巴站都前面遮住了一點點,但它又比較會接近縱安街那邊 這邊漂亮的,這間是漂亮的,這個小漢丹邊位,這個漂亮,有開揚 這間店舖就成交了5000萬左右,就一邊走,轉個圈給你看看 那邊就是中貿,這個就是荃灣的街市位 那邊出去的時候,什麼大河島那頭,再來這裡就說 原來真的燈亮了,這個就是這個中貿,現在先去整棟大廈 這裡,讀一些資訊給你們聽,曾經事傳,昨天事傳說羅林惠 Barry Law買入的,即是李嘉國創辦人 但是流料來的,不是他買的,是另一個姓羅的人 我免得開他的名字,我知道誰,但免得開別人的名字 因為我不確定,我怕流料被人告,我肥王又說是很煩 總之這裡就是海白街,這個146號,這個聯和樓的地下 建築就900呎,租金就14萬,這個中貿的深容 成交了就是5000萬,Exactly 原本業主叫價就8000萬出水 寬,就大概11呎,深大概60呎 這裡就回報3.36厘,OK的,這些位置一定租出去的 這裡講完一大堆東西,原本業主就開了很多年 1972年就用32萬買入,32萬5000元 原本業主姓余,總之上一代上了天堂,遺產貨 總之開了48年升至153倍,全城都租了很久 一減再減,一減再減,老實說,這裡都很棒 這間店很漂亮,這個5千萬,這個位置 對,看看看看看看 反正帶我來去後巷看看 反正在這裡給你拍照後巷的位置 後面當然是後面的大廈,就是這間店 很像是前後門,真的無法抵入你 再去前面 這間店很深,應該60呎深 這間店很深,石到深奧都去後面 算是這樣,很難得,對象這個街市的位置 人來人往,真是漂亮,這間店很漂亮 這間店很漂亮,這間店很漂亮 唯一,今時今日,因為5千萬,銀牌大 有錢人都被貿易戰,肺炎,影響得很厲害 但這間店很容易來的,這間店很厲害 你要公開買家 總之,如果你想知道多些即時的買店 資訊時有很多公開場合,我不方便說 你就去WhatsApp,9036143 寫一個private message 和你聊聊 好,過去買家